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交通大学的一位力学教授就带领研究团队 经过七年的反复实验 研发出一种可以让沙漠变成土壤的粘合剂 点沙成土 力学教授不会是学习了什么黑魔法吧 其实这项生态黑科技运用的是一种力学原理 研究团队发现 土壤之间都存在着万象结合约束 这种约束可以让土壤颗粒从任何方向结合 虽然使土壤具有了自修复和自调节的特性 但是沙粒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约束 它们总是松松垮垮的 并不稳定 而粘合剂起到的作用就是赋予沙粒这种约束 这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植物纤维粘合剂 只要将沙子混合粘合剂 再添加适量的水 只需两分钟 金黄色的沙子就变成了深褐色的土壤 用手抓起来也不会散掉 把水倒入围起来的凹坑里 水也没有流失 去年 研究团队在内蒙古阿拉善蒙的25亩沙漠里 进行了实地实验 当沙子变成土壤后 它们在上面种植了小麦 玉米以及各种瓜果疏散等70多种植物 结果取得了大丰收 不仅产量很高 口感也很好 今年 它们开展的4000亩实验田种植也取得了成功 而且 这种联合剂只需加入一次 就可以一劳永逸 当长出新的植物根系之后 就能形成新的约束 形成生态的良性循环 这种造福人类的发明 真的是要给大大的赞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大方 感谢收看 了解更多成就极致创意 请关注麦克赛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